好,亲爱的同学们,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题 通过第一题和前面支点的那个小练习 我相信同学们可能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做抽屉原理的这个方法了 首先你告诉我,看一眼这个题,你马上就能知道 这里面的苹果一定谁? 一定是数字 一定是数字,对吧 好了,剩下的最关键的地方呢,就是我们要来描绘抽屉了 好,那么凭借着你前面做两个小题的经验 你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抽屉你认为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,是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倍数 哎,好了,那就说如果两个数就有倍数关系 我就把它们关在一个抽屉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 哎,好,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题把苹果找到了,抽屉也找到了的话 那这时候就很简单了,对吧 哎,所以此时再往下做的时候就有一种深情如愿的感觉了,是吧 嗯,好,那这里面呢,苹果是数字 抽屉呢,就是数字具有倍数关系的数 就把它放到一个抽屉里 好,那现在啊,我们就来具体的描述一下 每一个抽屉里倒着放的都是哪个苹果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,具有倍数关系的数 那现在我们就从最小的数开始写 比如说一,一和谁就有倍数关系啊 二,哎,一其实和谁都就有倍数关系,对吧 嗯 好了,那我就为了不丢数,我就挨着往下写啊 和二 好,那你再来想下一个 要想有倍数关系的,挺好了呀 下一个要写的数和前面两个数都要有倍数关系,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,那下一个该是谁了 四 哎,下一个该是四了 同学们,一定要注意了 下一个呀,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写的是和前面两个都具有倍数关系 因为我们要把所有具有倍数关系的数才能放到一个抽屉里呢 好,那这样的话,再来看谁和一二四都有倍数关系 八 八,好,再下一个 十六 十六,还有没有再下一个了 没有了 没有了,再有的话是不是就超过二十了 嗯 好,那现在这是第一个抽屉 再来看啊,这里面有一,有二,有四,忽略了谁 三 三,没有三 好,那现在来讲一下和三具有倍数关系的数 三,六 哎,有六 还有十二 哎,还有十二 好,我们发现这三个数,你任意拿出来两个数,是不是都有倍数关系 嗯 好了,十二的倍数不在二十以内 哎,那现在这是第二个抽屉 好,一,二,三,四没有 五 五 好,下一个可以是五 五和谁就有倍数关系 十 十,还有谁 二十 哎,二十 好,那这三个数可以放在一组 还有呢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没有 七 七,七和谁 七和十四 哎,七和十四 好,那么有八了,没有 九 那九应该和 九和十八 哎,九和十八 好,那么九完了,有十,但是没有 十一 十一的倍数谁啊 二十二个 哎,超了吧 嗯 所以同学们,现在来想一下 如果十一它没有倍数的话 那怎么办呢 自己一个抽屉 对啊,那就自己一个抽屉呗 就借鉴立一里面的那种借机方法了 对吧 嗯 没有两个数差为十二的 没有和它差为十二 怎么办呢 自己一个抽屉 好,在这里面 十一自己一个抽屉 除了十一是自己是吧 谁还可以是自己 嗯,十三 十三 十五 十五 十七 十七,还有一个 十九 十九 好了,那现在我们发现了 这里面,此时一到二十的数 是不是都写上来了 嗯 好,那你现在来数一数 一共多少个抽屉 嗯,十个 哎,一共十个抽屉 同学们 最倒霉的情况下是什么呀 就是每个抽屉里取一个数 然后它们都没有倍数关系 对 最倒霉的情况下是 这个每个抽屉是不是都只有倍数关系 嗯 最倒霉的情况下 是我每个抽屉里取出一个数 而且更倒霉的是 比如说像这种数 比如说像四啊 如果这个抽屉里我取的是四 恰好这个抽屉里我取的是二 是不是也有倍数关系 是啊 但是如果我今天特倒霉的话 我能取到这样有倍数关系的数吗 不能 不能 像这种一呀二呀四呀的 有可能都取不到 对吧 嗯 好了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考虑最倒霉的情况啊 最最最倒霉的情况下是 我取出来的数是每个抽屉里取一个 而且每个抽屉里取一个的话 此时取出来的十个数 没有任意两个数是只有倍数关系的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那同学们也就是像这种一 可能最倒霉情况下就取不到了吧 嗯 好了 这时候我已经取出来了十个数了 这十个数没有任意两个数就有倍数关系 那我下面只要怎么的就能出现有倍数关系了 再取一个数 哎 下面我只要再多取一个数 就必然导致有两个数出自同一个抽屉吧 嗯 因为像这种单个的都取没了 只要有两个数出自同一个抽屉 这两个数是不是就具有倍数关系 嗯 好了 那这样结论也就出来了 同学们 此时啊你会发现 只要苹果和抽屉你都找到了 下面呢 你只要把解题过程当中涉及到这些汉字 描述清楚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 好了 同学们 那这道题啊我们就解完了 现在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做这个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 最关键的还是要构造抽屉 只要你描述好了抽屉的样子 那么后面呢 实际上运用最不利的原则 这个地方都非常简单 大家都能够掌握了 还有一点老师要给你强调的 就是一定要把解题过程写详细了 好 那么第二题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一会儿再来看看第三题